嘿大家好 我是宇墨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宇墨讲新闻 最近有一则国企夫人称 要开50辆兵力赌备战车位的 这个新闻非常火 并且呢迅速的发酵 说这个浏览量 点击率都已经超过2.5亿了 其实这条新闻都已经好几天 以前的事情了 宇墨呢一直没有讲 因为刚开始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背后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正好也赶上六四了嘛 我也认真准备关于六四的视频 所以正好也让这条新闻子弹再多飞一会儿 看看到底背后是怎么回事 结果呢最近这条新闻确实来回翻转 那今天呢 宇墨就跟大家聊聊这条新闻 这条新闻呢乍一看 像是我爸是李刚的另一个翻版 以前是儿子坑爹 现在是老婆坑老公 但是呢这条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呢 也有不少人呢站在这个领导太太这一边 说这个领导太太有理有据 她是站理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件事的真相呢 远比看上去的复杂 到底哪些说法是真的 哪些说法是假的呢 宇墨呢先给大家呢梳理一下 刚开始呢在网上流出来的视频里呢 这些视频的链接呢 宇墨会放在我的这个评论区置顶 大家没看过的可以先点进去看一看 这件事啊发生地呢是在深圳 一个叫宝能公馆的住宅区地下停车场里面 一个女的呢自称自己的车位 被人家占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找过物业 但物业不作为 在争吵当中呢 这个女的叫嚣说 把我的兵力开过来堵她 堵在这儿 兵力我一个月不用了 我家里有50代兵力 就这么一句话 一下子就在这个网上火了 火变了全网 最关键呢 这个兵力女呢 这个吵架的对象呢 身份也不简单 是一个开劳斯莱斯的一个车主啊 你想家里有50辆兵力的土豪大战 劳斯莱斯车主是一样 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 当然了 看视频呢 明显是女的在这吹牛逼 或者在装逼啊 谁家有钱买50辆兵力呢 那不有病吗 对吧 我们继续啊 这兵力姐终于忍无可忍呢 怒气爆发啊 这个愤怒的兵力姐呢 决定要给这个劳斯莱斯的车主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在视频里呢 他让家里人开一辆车来振振他 准备把这个劳斯莱斯给堵在车位里啊 但是没想到呢 家里人开了一辆价值八九十万元的这个埃尔法过来了 这埃尔法也挺牛逼了 对吧 他相对于 但是呢 他相对于劳斯莱斯而言呢 他明显的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面子上也挂不住了 那兵力姐就说 那你把这车 你把这车开过来干嘛 对吧 你把兵力开过来啊 哎 这个兵力姐说了啊 自己打算用这个 这辆兵力呢 就扔了这了 一个月不开了 就毒死你这个劳斯莱斯啊 反正自己家里有的是这个兵力有五十多辆的啊 不差你这一辆啊 于莫说到这啊 不管这个 说到这啊 就想说呢 就不管这位兵力大姐是真有 还是假有 但是这逼绝对是装到位了 这绝对到位了 咱们 咱设想一下啊 那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 就设想我们自己站在 站在这个现场 遇到同样的情况 我感觉我口海 我都不敢这么说啊 我看来咱们这个中国社会啊 那面子绝对是 啊 最重要的 输什么也不能输面子啊 我们 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讲啊 呃 家里有五十辆 这个兵力却在和这个 这个劳斯莱斯 这个车主抢车位 这视频呢 一传开呢 你想啊 他能不活吗 能不活吗 对吧 这件事呢 马上就引来了 一百零五家正规媒体的报道 浏览量呢 马上就超过了 二点五亿的这个阅读量 啊 说到这呢 于莫还想插一句啊 怪不得于莫 这频道没有流量啊 而那些极端的 这个小粉红 或者是极端的反贼 这流量花花的 那说明于莫这标题啊 这内容啊 还不够嗨翻全场啊 对吧 说明这兵力姐 绝对是掌握了 这个流量密码啊 我们再继续啊 刚才我们说过了啊 这个兵力姐 这次大闹停市场之前呢 他向物业投诉过 但物业管不了啊 因为这按这个 深圳市的文件规定呢 业主车位是不允许买卖的 根本就没有私家车位 这么一说啊 别人都是可以随便停 先到先停 喊民警也没有用 那什么招都用过之后呢 兵力姐才放出最后一个大招 堵车位啊 但这并不代表兵力姐 堵车的行为是合法的啊 严格来说呢 占车位的这个劳斯莱斯 才是合法的 那因为按照这个 深圳市文件规定 这个车位是先到先停 那你劳斯莱斯先停在这了 那你就是最合法的 对吧 那兵力姐呢 在视频里说 我有买卖合同啊 这车位就是我的 那开发商和物业都承认 虽然按照这个 深圳市文件规定来说 这不合法 但毕竟也是既有 这个既有的既定事实了 对吧 那这个劳斯莱斯车主 在明知这个车位 有买卖合同的前提下呢 故意天天停在这个车位 连停一个多月啊 这就有点这个较劲和找事的嫌疑了 毕竟车库不可能就这么一个车位 那说明这劳斯莱斯车主呢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也不是啥好人 对吧 那宾利姐在视频里也继续装逼啊 她说把澎湃新闻给我调来 把这个深圳卫视给我调来 把市长给我找来 这语气啊 这气势啊 绝对有面了 绝对有面啊 然后呢 这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了啊 这双方呢 在这个事情闹僵之后呢 这宾利姐和这个劳斯莱斯车主 当中还打了起来 而且是滚在T上打的 那大家都看着视频啊 那这个劳斯莱斯车主还挺逗 也挺慧眼 然后在民警面前 在警察面前 直接就倒地不起 嘴里还 哎呦哎呦的啊 然后宾利姐一看这架势 那立即的也一起倒地 那绝对不甘示弱啊 这率先躺在地上呢 是这个劳斯莱斯的车主 他是男的 因此呢 在宾利车主 这个洗提这个宾利姐的外号之后呢 这劳斯莱斯车主呢 也被网友洗提了一个外号 叫躺地哥 在搬出50台宾利和满地打滚 依然没有压制对手的情况下呢 这宾利姐祭出了最后一个必杀计 她说我老公是国企书记 这下这群众直接就燃爆了 场面都不可控制了 直接燃爆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 真是个闹剧啊 这把中国社会的这些捧词啊 面子啊 装逼啊 坑爹啊 坑老公啊 真是表现的这个淋漓尽致啊 而且最关键的是呢 宾利姐和躺地哥呢 身价都起码是亿万富豪的这个级别啊 虽然宾利姐家不可能有50辆宾利呢 再有钱也没必要买这么多宾利车 对吧 但她家至少有一辆宾利和一辆阿尔法 刚才我们看到了 视频也都看到了 而这所谓的这个50辆宾利很有可能呢 是全副身家呢 买下的宾利车的数量 那算一算呢 这宾利姐呢 也接近两个亿的身价了 而对面的劳斯莱斯车主呢 就是这个躺地哥啊 家里也至少有一辆劳斯莱斯 对吧 那在网上呢 这个劳斯莱斯中国区域总监李龙呢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这劳斯莱斯的目标群体呢 可支配的资产 就是这个流动资金啊 一般在3000万美元以上啊 美元啊 也就是两个多亿人民币啊 在上海的陆家嘴的这个 劳斯莱斯精品店也统计过 劳斯莱斯的车主的身价 一般都是车价的100倍 那也就 那就是这个3到5个亿啊 对吧 那说明这个躺地哥的身价 也是3到5个亿啊 本来嘛 这个宾利姐的车位 被别人占了一个多月 还没人来处理 所以呢 即使他在这个视频里 骂骂咧咧 刚开始大部分网友呢 依然认为他是有理有据的 对吧 是占理的 但现在涉及到什么 国企张书记 那性质就变了 那车位呢 是一小撮人的这个权益问题 但是这贪腐呢 是关乎了 每一个纳事人的利益和权益 对吧 那这条新闻火了之后呢 宝能公管物业工作人员呢 也不得不这个出面 澄清说啊 说该车位呢 使用权确实为 兵力姐所有啊 媒体呢 也称 这社区等相关部门呢 已经到场协调 目前正在解决当中 对吧 那宝能公管的这番话呢 让劳斯莱斯的车主呢 就是这个躺地哥啊 成了这个网友的重视之地了 然而这事实上呢 这个劳斯莱斯车主 躺地哥呢 也觉得自己非常委屈 那因为他和视频里 怼这个宾利姐的其他业主 都认为车位呢 是大家共享的 因为深圳市自从2014年起呢 禁止买卖车位 物业的所有车位 都归全体业主共有 对吧 那么这个宾利姐凭什么认定 这个车位是归他呢 我们来看啊 这个宝能公管 它是分这个公寓区和这个住宅区 那住宅区呢 于2018年呢 年底呢 就交房入住了 而这公寓区呢 于今年的年初才开始交房入住的 两个区域的地下停车场呢 是共同的 之前呢 住宅区的这个停车位呢 一直是公共停车位 先到先停 但是呢 这宝能开发商呢 违规承诺购买这个公寓呢 可以赠送车位的使用权 而且赠送的车位呢 有一部分呢 是住宅区部分的这个停车位 那这回大家明白了吗 根是在这儿呢 因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这公寓的业主和住宅的业主呢 这积怨已久 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那这次发生的这个兵力节 开兵力堵车位的事件呢 也因此而起 而争议车位呢 就是就位于住宅区 那住宅区的业主认为 住宅区的车位全部都是公用的 双方是认为自己都认为 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有这个车位的使用权 也就是说呢 无论是公寓业主 还是住宅区业主 其实都是受害者 实质上呢 是因为开发商 这个为了多赚钱 违规操作 造成的双方业主的矛盾 是无良的这个开发商 其实啊 看到这里啊 大家都明白了 这兵力节 虽然叫嚣自己有50台兵力 老公是国企领导 其实也是个受害者 真正的始作营者呢 是这个开发商和物业 但是呢 由于他的这个语言和态度呢 使这个事件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这国企领导家里 竟然这个有50辆兵力 瞬间呢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了热议呢 被扒出来也是迟早的事啊 结果大家发现 他老公还真是 深圳国资委的一个领导 这使得原本这个车位争议呢 就变成了次要矛盾 主要矛盾变成了这个 国企领导怎么会有那么多兵力呢 这个变成这样的一个焦点了啊 现在呢 深圳国资委呢 也已经正式出面回应这个问题了 可以想象问题已经是相当严重了啊 有网友留言呢 说这位兵力姐也是真够倒霉的啊 本来不是你的问题 那现在 那现在这不仅问题没解决 还把这老公给搭出去了 对吧 在中国老百姓心中啊 有权啊 就不能有钱 有钱呢 就不能有权 两者是严格隔离开来的啊 把权和钱勾结 起来呢 是视作这洪水猛兽啊 那一个国企书记家里 别说有50台兵力 就算有只有一台兵力 这贪腐的可能性也接近百分之百 对吧 这事直接就触犯到了舆论的红线 舆论的底线 那必须得严查 对吧 那经过初步调查呢 这个兵力姐口中 所谓的国企张书记呢 是深圳市振兴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监事会主席张晓忠啊 公开数据啊 显示的 他据说的公 这公开数据呢 显示他税前的年薪呢 是37.5万 那对此呢 深圳市国资委第一时间就表态了 要进行严查啊 第二天呢 这深圳振业集团就发布消息 为这个张晓忠呢 切割直血说呢 说张晓忠目前是离异单身状态 兵力姐其实只是他正在交往的女朋友 并非是他的妻子啊 这解释呢 虽然出了 但是还是不能平息这个事啊 那如果兵力姐为家属呢 那那就没话说啊 这钱呢肯定要好好查一查啊 即便和这个兵力姐仅为这个女朋友 这张晓忠仅为跟兵力姐只是女朋友 但还没发展到结婚内部 那也很奇怪 那为什么这么有钱 家里随便就能拿出啊 至少一辆兵力和一辆阿尔法 气势如此惊人的兵力姐 会心甘情愿的和张书记 谈恋爱呢 这是个问题啊 那张书记一年的薪水 还不够这个兵力姐小区 自己的小区里买两平米的 这个这么一块地方吧 对吧 为什么有资格让兵力姐和他谈恋爱呢 连政的美领就急冲冲的公开啊 这个宣称自己老公是这个张书记 那这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显然呢网友对这件事还不买账啊 那这个张书记看样子 我觉得就现在就点自求多福了吧 对吧 这条新闻呢 看样子还没结束啊 如果有新的进展呢 虞墨呢 会跟大家继续更新啊 虞墨为什么要聊这条新闻呢 就是觉得这条新闻呢 把这个中国的社会心态啊 包括这碰瓷啊 这个装逼啊 面子啊 仇富啊 坑爹啊 腐败啊 这这一条新闻表现的 就这么一条新闻表现的 真是淋淋尽致啊 最关键的还有一条 就是底层互私 这明明是上面的问题啊 双方都是被割的韭菜 对吧 结果呢 双方不能团结起来 去对抗上面 最终呢 选择是 最终的选择呢 却是这个底层互私 那想想也是挺讽刺的啊 但是呢 这也是一个社会现实 那没有办法啊 好了 这期呢 就讲到这儿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呢 不要忘记订阅 点赞留言 雨墨呢 做节目呢 也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雨墨讲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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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